日前鐵師《玉玲瓏2》的前導預告片 因為涉及歧視並籌劃賽德克族傳統文化 而引發賽德克族人群起反彈 也因此讓族人再次督促中央 儘速推動反歧視法的制定 來有效降低族群歧視等爭議 賽德克民族議會成員6號來到行政院 親自遞交中央推動反族群歧視法的情願書 賽德克族呼籲反歧視法 我們希望行政院依據國際上的相關的法律 能夠第一個是制定它的施刑法 很快就不必經過立法 就馬上有一種行政上處理 所謂反歧視的一些事件 那當然最終的呢 我們也希望行政院來啟動反歧視法的一個制定 把這個消除一些種族歧視公園 內國法化以後 那我們再進一步的去思考 那在這個公約的國內法化以後呢 是不是要有一個專法 或甚至說其他各項的法規 如何去因應去處理 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可行的一個做法 學者認為雖然台灣有簽署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的國際公約 但卻始終沒有將其國內法化或具體落實 先將公約國內法化 會是台灣推動反歧視法較為可行的第一步 而在鐵石玉琳龍二的主要演員 彭瞎瞎和徐孝順 為了誠心表達歉意也親自出席 聲援賽德克族欲請中央推動反歧視法的記者會 今天趁這個機會我們也來跟塞德克朋友聲援 這個反歧視法沒有誰能夠歧視誰 一定要敦促政府趕快通過這個 那我們也把表達我們的歉意 將來會更小心更善用這個多元文化之美 不會再出任何諸如此類的問題 握手言好塞德克民族議會成員選擇原諒 但也希望類似的歧視事件不再發生 呼籲行政院協助各部會共同推動反歧視法 讓歧視不再只是一句道歉就可以繼續歧視 認為反歧視如果法治化就能有效降低 不管是族群還是性別等等的歧視事件